当然他显然没有告诉我们要怎么做 只是不断的洗脑 不断强调他不会让战争发生 竭尽所能维持台海的和平跟稳定 在他的这个专访的内容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长尤云荣尤老师 就说赖清德光是谈这个和平保台不够 只谈民主繁荣和平会被误以为 心虚胆怯理亏 不敢正面迎战 赖清德就是不要迎战 对赖清德他真的不敢把他自己立场讲的 非常的清楚 你看台独金孙我必须要说 他其实帮赖清德拿到了非常多的政治红利 你不要忘记在民进党那一区当中 真的从头到尾就要独立建国这群人 不管是如何 他们对蔡英文有所疑虑 但是他们对赖清德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 这是一股非常坚真的力量 你不要看他多少 起码6% 8%还是会有的 所以即使赖清德他放掉了 这个台独金孙这四个字 但是他台独已经深入到骨子里了 但是你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转变一个立场 因为他一直看到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特别是台湾在这个兵凶战围 全世界都认为台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不能真的蒙着眼睛 他开始在他的说法上 我必须说是说法上面 开始有所节制 而且甚至他说他要走进去白宫 已经被轰了满头包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对于两岸的政策 会越来越走向比较模糊的一个路线 所以光是一个台湾叫国民叫做什么 就好几个选项 因为你叫他随便选一个 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不想这个东西找出来会得罪哪一些的人 所以我只能说 他既拿到台独金孙的红利 又开始觉得当社会已经不太赞同 这样的一个声音的时候 他要把它摆开 他也不怕 因为大家相信他的 就会相信他会支持台湾建国独立 然后另外一批人也会就开始来观看 我必须要提出一点 我对于赖清德的儿子 我真的觉得替他们感到有一点的忧心 这是一个绝对的父权 他们两个孩子够优秀在美国 学到一个很好的技术技能 为什么要因为你的父亲 要来保证因为台湾很安全 所以你要回来 因为你们回来 我们台湾绝对不会有战争 因为个父亲不会把孩子送到战场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如果你有个非常棒的儿子 在美国可以获得很好的工作 可以各方面的薪水 能够创造出研发出很好 像我们的NVIDIA的 这个所谓的黄仁勋 那不是也是台湾之光吗 所以他这个时候 告诉他我两个儿子都会回来 是为母亲的角色 我不觉得这句话会说服到我 因为你儿子回来 我要的是 你这个未来的国交领导人 可以如何让我们 不要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而是一个风险降低的掌握者 风险降低的掌握者 虽然说每个人都说 要去把两岸的关系讲得很清楚 但对不起 台湾的两岸的关系 常常不是我自己说的算 要取决于整个大的一个方向 即使国民党说 我们要跟中国大陆 做很多的对谈 但你要谈到什么的程度 那谈谈哪些的范围 那对岸甚至买单 这些都有更细致的部分 要去做很多的铺陈铺梗 但起码侯友宜 他愿意提出来 我要跟对方恢复对谈 然后我也知道过去呢 他身为一个到千岛湖 第一个去的这个警察 这个部分里面 以前有两岸共打 以前还有准国与国之间的对待 等等之类的 那都是在一个 九二共识事务性解决的部分里面 他起码可以把这件事情 比过去更讲得很清楚 那对话 这点我终于可以讲吧 赖先德从他的嘴巴里面 没有讲到对话 他只讲到一个和平 那你的和平不是 从天空掉下来 你总要有一些具体的一个步骤 那步骤我抛出了一个对话 那对方怎么样的接受 那在这个对话的过程 我要怎么更往前进 这是一来一往 但起码我展现了 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我承认过去 非常多的事情状况 台湾没有独立的本钱 我起码敢很大胆的讲嘛 我不接受什么事情 我接受哪一些的事情 侯市长他在这次里面 他会在未来的几次的选战当中 会把他表现得更明确 只有赖清德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读的这件事情 被大家已经框上了一个等号 所以他现在全部的力量里面 就是尽量把这样子的标签 把它弄掉 但是他很清楚知道 这个标签相信他的人 还是会相信他 他是要需要说服的是另外其他的 可是我现在目前为止 我除了看他在昨天接受专访当中 虽然京剧连发 但是我还是看不出一个 他具体的一个做法 我就说连一个最基本的 要怎么跟对岸重新恢复彼此之间 可以交流的管道 我都还不看到一个具体的措施 还是停留在一个口号的阶段 那这口号的阶段 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的状况之下 起码柯文哲还提出一个 惊吓大桥好不好 不管有没被炸掉 你把这个惊吓大桥 该在什么地方 会不会是通车 那通车之后两岸的隶属 怎么样过关 那可以视节在谈 那起码你还可以让我看到一个桥 他可以看到我一个影像好不好 那侯友宜如果说823到金门区 是不是要提出一个什么和平示范区 或等等之类的 不知道 他或许在那个场合当中 他是马上大家能够很具象的知道说 我到底做什么 可是很显然 民进党目前为止对这件事情 他还是不断透过很多 告诉大家 我们提升了我们国际的这个能见度 台湾能见度之高的你知道吗 高到我到世界各国去 到英国去看我女儿到美国去到日本去 从头到尾都没有人问我 台湾的文化经济移情 我都会被问到美食 问到台湾哪里去 我现在被问到说 台湾会不会打炸 我真的是一个暑假去的三四个国家 我每次被问到的 都是问到 包括这一次到跟侯市长到日本去 到到这个日本去的时候 日本人也觉得很奇怪 那个我们的大使冯继台就说 奇怪的 我这边待了四年半的这个驻日大使 以前不管陪任何政府盖要来 我们谈的问题都是来 故宫南院的这个部分 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展览 甚至谈到高中生 如果要跟日本的高中 做很多的毕业旅游的话 我们该怎么样来交流 谈的都是这些事情 怎么这次陪那个侯市长来 见了大大小小所有的人 大家谈到的都聚焦在 那你台湾的处境 遇到这个状况到底该怎么办 那为什么我们的话题 从过去的文化经济的交流 变成全部谈的都是经济 那甚至被问到你台湾到底 还要撑多久 你台湾是有没有办法撑得到 美国的舰队来 那日本到底出了一个什么角色 谈的都是类似像这样一个话题 那是谁在过去的七年当中 让台湾必须不能够逃避这个话题 必须站到第一线里面 甚至要很明确的开始算来说 我们的国防预算我们的什么 之前我们是不需要如此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 你不能告诉你的儿子回来了 然后我不会让台湾有战争 你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就是让大家觉得台湾会战争 所以呢我说实在的 有很多美国的巨星甚至到台湾来 可是谈到最后的时候呢 他们很多时候在最后一个 可能不来的理由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认为 台湾是不是会被问到 有没有可能会战争 这些都是在娱乐圈 在很多演艺圈当中 大家都会有一个concerned 那这个concern为什么来 我们能见度很高 但是我们能见度 不是我们人民所要看到的 那种能见度 我们要看到的是台湾能够凸显在 这个社会的角落上面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经济 我们的不管任何的角度上面 是让他觉得是 我们可以竖出大拇指的 而不是台湾 他的下场会是如何 这都不是我们所看到的 那一个国家领导者 如果像赖清德这样子 只是用口号来告诉我们 和平很重要 那你所讲的每一个策略 跟你的所作所为 其实距离和平是越来越遥远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